这个就读哥伦比亚的女学霸来相亲 结果被一群远不如她的男嘉宾们抱团针对 女学霸北京本地人 目前在哥伦比亚大学读大四 家里条件很不错 每月给她的零花钱 不算吃住都高达六万块 自身能力不错 还有雄厚的家庭背景当靠山 这也让女学霸养成了有什么说什么的仗义性格 这次来相亲的其中一位女嘉宾 因为职业是钢管吴老师 被在场的男嘉宾给狠狠diss了一通 围观全程的女学霸果断出手 将人给对了一通 明眼人都能看出这件事错在男方 但在场的男嘉宾们却纷纷替下头男说起了话 甚至在他们看来 是女学霸性格太过强势 才将局面弄得这个尴尬 女学霸的第一个相亲对象 是毕业于男嘉大的高材生 两人有着相似的留学经历 想必有很多话题 没想到两人的价值观截然不同 女学霸直言自己对另一半的要求 是门当户对 财力对等 学霸哥却说 自己虽然没钱 但愿意去借钱 匹配另一半的消费水平 他经济相对来 相对以你来讲是独立的 你借钱啊这种事情 他都干得出来 而这 你学霸一听就给拒绝了 丢不丢人啊 我就肯定不会接受 我绝对接受不了 因为我觉得 自己消费观念远高于自己的 消费能力的话 那他跟我在一起 是不是那种企图呢 结果你猜怎么着 在男嘉宾眼里 你学霸这是自带优越感 看不起普通人 实实可可说话 感觉就是 可能是为了替自己出口气吧 男嘉宾开始怂恿夏头男搞事情 我已经躺了 跟我聊天 咋着啊 也累了 你一会就这么跟他聊 而夏头男也没有忘记兄弟交代的任务 轮到他和女学霸约会时 他直接开大了 我们后来和男嘉宾在一起讨论 他怎么管这么多伯爷辣哥的 然后我说 像不像我们宿管大妈 你又想打我 没有啊 到底是见过世面的人 女学霸丝毫不将这些放在眼里 对比之下 这些男嘉宾是真的很拉胯啊